我今天想要介紹的是一個選舉圖表的程式庫 然後它開圓了,所以想說就找個機會介紹一下 簡單介紹的是什麼是圖表庫 現在市面上已經有很多圖表庫 比如說像C3,像MVT3 這些都是把D3包起來 然後做成一個圖表庫讓別人用的時候可以更輕鬆一些 那這樣的圖表庫是很general 就是它就包一些基本圖表上來用 然後就是不看前進的 所以它雖然有些期望可以用 可是它可能不完全適合 那剛好我們這次剛好有幫中方選人團隊在製作相關的圖表 然後我們那時候啟動一個選項是直接使用像是這樣的東西 可是後來我們決定就是全部重新自己寫 那重新自己寫的時候 我們有幾個蠻特殊的應用情境 然後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是從頭 因為這些特殊情境 所以我們從頭就是建這樣的圖表 那這些特殊情境大概是這樣的 就想像就是你有一個網頁 那我們想要這些圖表是responsive的 所以在各種地方都可以看到 我們想要這些圖表是有一點簡單的動畫的 所以想像就是原本你有一篇文章 然後中間你把它當想要先遇有一個空位 移到這個空位的時候它才去一個action 然後它才被逃出來 所以你要做的東西是 你一開始就會要去遇有一個空白的空位 然後你可能會有一個interaction 是它的就是進場動畫 所以其實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重新設計了一些基本圖表 那不是說的基本圖表都已經發布完 所以就是我們現在是把就是一題已經發布完了 這些把它包成就是丟出來 然後放一個license 然後讓它可以用 那接下來後續到選舉前 可能還有在這個以外 再加一兩個圖表可以用 然後就可以 就是其實大家現在就可以只有使用字 之後接下來還會有更多這樣子 那給大家看一個就是範例 就是情況會是想像你有一個就是頁面 然後頁面原本滑道的時候 它就會才開始進行一個趨勢進場動畫 然後它就會跑去不同的趨勢進場動畫這樣子 所以像是滑道之前它就會做 然後做到之後它會做一個簡單的東西 然後剛剛有提到這是 responsive的 所以就是假如你改變它的寬的話 它會重新排 然後它會縮小放大 對 那所以這些基本的出表有包含 比如說像現在的就是縣圖 縣圖 哦 by the way 這份數字蠻驚人的 就是雖然沒有要就是討論就是資料 可是就是資料蠻驚人的 就是不在做這個議題之前 我不知道比如說今年是2015年 所以我不知道其實在40年過後就是預估 國發會預估的台灣人口會從現在的2300萬 減少到1600萬 所以就是會減少蠻多的 所以就是其實有些蠻驚人的數字 然後平均年齡會從現在的40歲變到57歲 然後65歲的以上的頭變40% 所以長照真的蠻重要 然後另外一個是紙條圖 所以這是紙條圖 然後紙條圖它有一個delay的效果 然後你可以中間你可以上不同顏色 然後它還有一個小的效果是它可以 它跑的數字它可以是位數跑 它不是整數跑 就是一個小東西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現在已經釋放出來的圖 是甜甜圈圖 所以它會有一個可愛的就是這樣轉過來的效果 我真的太明顯了是不是 很努力 很努力沒有那個 不過就是 我們都要強調就是這些圖 就是當然是我自己寫的 然後可是它是按照第三的就是reuseful chart的想法寫 所以它用起來還蠻好用的 像比如說你看到這個圓圈圈圖 剛剛有這樣子的效果對不對 你假如把它接上timestamp的話 它就會變成一個時間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是5.8分17秒 所以它可以是一個時間 然後就是它可以是一個時鐘這樣子 那你把它接起來反著它就可以是距離到選舉的倒數計時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以選舉還剩下20天6個小時 15分鐘剩30秒 所以就是它可以 就是 雖然只是個別看起來是一個很小的圖表 可是它可以做一些蠻酷的事情 所以我還剩下大概20秒 大概20秒 OK我想要做一件事是 剛好10秒結束的時候 它另外一個就會轉一圈 所以我覺得蠻酷的 所以 2 3 1 3 4 3 2 1 然後它就會轉一圈 然後 另外一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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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